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国内社区疫情风险相对较低 但仍会有境外移入案例 请国人持续注意疫情的发展 也随时做好个人防疫的措施 在签收邮件与快递时请务必注意 一 如果无法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签收前请先佩戴口罩 二 签收前后请记得清洁双手 另外可自备签字笔或以印章签收 降低碰触的几率 居家隔离或检疫者如有包裹 请主动告知邮差或快递人员切勿亲自签收 隔离检疫期满后再行领取 或委由亲友前往带领 请大家一起玩备防疫网络 迈向防疫新生活 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小军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卖力的挥舞大旗 撼动特技团表演高难度的技术 在木板上横躺着圆柱体就直接站上去 既用城隍文化记即将登场 但今年疫情的关系不只戴口罩演出 活动也略做改变 当然因为这次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停办了这次的夜巡 我们日巡也规模缩小了 没有邀请有庙 出发经过青南宫跟电竞宫之后 让我们就海洋广场做个祈福活动 那这祈福活动仍邀请了我们平东潮州城隍庙十二家将 还有一些呈呈呈呈呈演出 至于农历8月16日ises 16日 国立10月2日的日巡 则是照常 活动除了祈福绕境 还会发放显光饼 以及限量3000个超吸精的城隍爷Q版口罩 祈求平安活动除了会一网吏发放显光饼之外 我们还会发放今年特别去请我们那种口罩国家队 就是上好医疗生计的这样啊口罩公司 定做这样啊医疗口罩 那也会发给现场到现场来参加这种祈福 这样啊参拜的市民以及好朋友 城隍口罩正式亮相 白色的口罩上有国旗还有可爱的城隍爷 上头还有红色的守护台湾四个字 日巡的部分我们还是持续在进行 除了日巡以外 我们文化局也跟户国城隍庙合作了一个文化的一个展出 在文化中心的大厅有一个神教的展出 那我想啊因为城隍爷就是会保护大家平安跟顺利的 所以我想这次的活动一定能够顺利平安完成 虽然因为疫情活动规模缩小 但庙方希望城隍爷保佑将疫情赶走 还给民众一个健康的平安生活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跟着志工妈妈们手做爱心月饼 中秋节快到了 基隆市七堵区六堵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妈妈们 在理事长吴正南和总干事戴秀琴号召以及市议员杨秀玉全力支持下 特地亲手制作1200颗的酒梅红豆月饼 分送给里内165户家里面有65岁以上的长辈们享用 希望在中秋节前夕让长辈们感受到满满的爱心和温馨 那今天我们发展协会特别在赶在中秋前夕 特别制作的这个酒梅红豆月饼 发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独居老人还有长者 感谢他们长年来对我们社区的一个协助 也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月饼 让他们感觉窩心满满 基隆市井三分局远景也特地把握机会 带着交通安全小手板到月饼制作现场 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特别是针对婆婆妈妈们 下雨天晚上骑机车时 要特别注意安全帽面罩 被雨淋湿视线不清 等危害到交通安全的各项情况 避免发生车祸 志工妈妈们边做月饼边听宣导 做爱心同时也受证 交通安全提醒一举两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秋爱心捐赠 关怀基隆弱势加护 台电基隆区处跟协和时工处 共同捐赠了本市的弱势加护付助金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而为了感谢台电 基隆市的社会处特别举办了 感谢中的颁奖仪式 感谢我们台电两个单位 在这个中秋佳节 想到我们的弱势家庭 然后提供我们这个中秋的礼金 给三十户的我们的基隆市的低收的 不是低收 就是脆弱家庭或是关怀户 比较经济弱势的关怀户 让他们在中秋节 能够有一个愉快的佳节 营业处跟事工处这边长期以来 这几年长期以来都一直在 支持我们市政府做公益事业 在此代表市长 还有我们处长 来感谢我们台电营业处跟事工处 今年是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弱势户 可能因为就业的关系 或者是所得减少的关系 是让社会是比较艰苦的 那我想我们台电的本市 本市的这个爱心 就是最需要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我们联合我们 新的施工处来办 那我想 接下来往远向我们都会去做一些 爱心敬老活动 那因为可能有一些 老人的这个爱心教育院 不方便 但是我们年底 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我们弱势的这个家庭 那也希望这个社会 包括我们基隆市的社会企业 一起来资助 抛砖语役 谢谢大家 从去年就开始成立了 那成立以来 我们就已经是成为 我们基隆市地区的一个 在地的一个一份子 那我们成立以后 我们对于我们基隆地区的各个阶层 包括弱势等等 我们都就持续来做一个关怀的一个动作 并且随后前往家户来关怀 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台船基隆厂员工 指附会主委林玉腔 将柚子礼盒送给同仁 祝贺中秋节快乐 跟往年一样 台船基隆厂员工 指附会 持续在中秋节前夕 购买基隆创事的文丹柚礼盒 送给同仁 希望借此帮助 基隆创事 筹筹经费 可以照顾植物人 工艺性的东西是继续持续性的 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让社会上更了解一下 那希望呼吁这里 大家能够天砖加瓦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艺的活动 让社会更 让大家更有一种温暖的那种 温馨的感觉 那创事基金在社会上 服务的大众非常的 这方面非常的好 那所以说今年还是一样 跟他购买文担 那继续帮助去弱势的 继续这一方面的工艺活动 继续的持续下去 创事方面表示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募款金额比往年少了很多 因此台船基隆厂持续不断的帮忙 让他们更为感动 感谢台船基隆厂12年来 连续不间断的爱心 来购买这是创事在中秋节 推出的这个礼盒 那这个礼盒今年也特别的意义 就是上面有我们创事基金 就会制正的这样的一个质体 可以让就是台船的员工 也可以知道说台船基隆厂 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心行动 来支持我们创事基金会 这样一个弱势的团体 植物人是非常弱势的一群 真的很需要社会上大众的支持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一些活动 一些社谈捐款意外上面 其实都有感觉到下滑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间 台船基隆厂帮我们这样订购中秋礼盒 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跟帮助 尤其是12年来连续不间断 我想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运动 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台船基隆厂指服会方面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鼓励更多人伸出援手 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度过难关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用刀切开粉色外皮的双鲜豹月月饼 露出红绿两色的火龙果以及毛豆内馅 让人垂涎三尺 中秋节快到了 在后疫情时代 如何应景又能够吃月饼吃得更健康呢 卫福部机动医院特地请营养师 自行研发用富含植物蛋白质 高钾 铭 维生素B群 膳食纤维的毛豆 以及富含花青素维生素C 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 和帮助排便功能的火龙果 搭配口感清爽不油腻的冰皮 制作美味又兼顾营养健康的 双鲜豹月月饼 热量和糖量也比市售传统月饼 少了二分之一以上 大家看到这个月饼 非常的可口 那它的成分呢 主要就是这个毛豆 再加上这个火龙果 那它的营养呢是很好 就是说它的蛋白的量 比一般的月饼要来得高 但是它的整个能量 它的糖分或油脂 是只有一般月饼的一半 所以其实上是蛮适合我们现在人 又要享受到这个好吃的月饼 但是又不要担心能量过多 那又有不担心这个蛋白不足的问题 所以这个月饼其实是非常的健康 那也是非常的可口 基隆医院营养师谢苏玉 带着副院长罗景泉 亲手制作半成品的双鲜豹月饼 看起来相当简单 而月饼的内馅及外皮的制作方法也很容易 主要把毛豆用滚水煮 脱去外壳 再放入电锅蒸煮后打成泥 加入奶粉 麦芽糖及沙拉油 用小火慢炒馅料 放凉 而月饼外皮则是把再来米粉 糯米粉 橙粉以及鲜奶搅拌均匀 蒸熟后 加入少许的油 搓揉冷藏成为冰皮 最后再把两者合而为一 成为立即可吃 美味可口的双鲜豹月月饼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车来车往的过港路 车速很快 经常有民众从路口上来 一不小心就遭到车辆撞到 当地里长陈青池就有亲身经历 我在看右边 过来有没有车辆 你看没有车辆 我就骑过去 结果差点被造识 我躺在院长了十几天 两个礼拜开的是三四十道 那个就是因为是太古 后来我研究为什么 我看没有车辆为什么会被撞到 我仔细刚刚看两两个车辆太高了 三四十公尺之间 我们车辞五十公里了才三秒钟 可是那个开了七十公里八十公里都有 圣府交通处等单位现场做过评估调查 路口除了尖峰时间之外 其余时段路口行人太少 没有达到设置行车管制耗置的条件 都危险啦 只要是开得快都危险 所以我们要先慢慢慢慢一个人注意 这里看照明懂不懂 然后如果真的是超速的话 这个我们要跟银长一办 跟银长一办 跟银长一办 来协调一下 然后第二点要跟银长讲 你如果流量少 你让他设一个护印灯 开车都没人行 便会被闖洪的 几乎每个地方都这样 如果他底下有人走的话 他习惯就是有那种的 但是如果他十四九十都没人走 一点都会闖洪的 这个对行人来讲 这个危险性是更高更高 此外在八斗路转往远路 行人绿灯秒数只有9秒 因为秒数过短 造成行人选项还生 八斗里里长蔡玉斌 建议将行人穿越到往外移 让车辆能够看到行人 那边有小学生 有机有高中 也有老人家去跨工医院 不过出席基层座谈会的交通处长李刚强调 该路段因为有视线的死角 会产生内轮差 市政府目前规划 示范把行人穿越道往内移 希望降低该路段的事故率 如果人是在那边右边的时候 那是个死角 死掉的几乎都是那种 急摩车 或是骑脚车 或是走路 要看我们啦 所以其实现在的 比较流行的是 把这个人行道 往路人那边去穿越 不是在正路口穿越 所以我们这个是在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是在意 利用 我们是在施漫 其实现在有些事都是 不是往路口 你往路口移了 或者说他有时候 有些时候是 我们都可以没有禁止 右转的时候 行人在穿越 而出席基层座谈的市长林佑昌 则是相当重视里长的建议 要求市安府交履处警察局等单位 再次现场会刊 查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几年是不是有交通的事故 那交通的事故 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有资料的话警察局应该都会有 那提供您真正的去了解运气 这个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那记者黄少铭 基隆报道 如是电视公布不要出门 如是专丸出动来游戏 有着通台湾的电 我们的心 将来无便 你太太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地价税啊 那你家的地价税有申请自用吗 有差吗 地价税有份一般和自用两种 申请自用的税率是千分之二 没有申请的是从千分之十到千分之五十五哦 哇至少差了五倍 那我要赶快去办 当年自用住宅税率必须在9月22号前申请 核准后就不必每年再申请 但是户籍迁出时即不适用 基隆市税务局提醒您 电点亮生活 台电发展智慧电力 友善运用再生能源 配电系统再进化 管理用电更聪明 电网再升级 生活更智慧 2020第三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活动开跑咯 比赛总奖金高达39万6千元 活动分成脚本企划组及自创组 还在等什么快来参加 今天晚餐又吃什么呢 我再减肥不吃了 我要吃鸡鸡腿的便当 给我来一份养生套餐 来来来 再来一杯 但是在癌症面前 您可能没有选择 啊 惊奇才过 怎么突然出血 啊 屎 这边怎么有硬块 哦 粪便形状 颜色怎么不一样 啊 啊 如果早点做筛检 你的人生可以有更多选择 相关筛检请查金融市各区卫生所 海关人员拿着美工刀 将荞麦靠枕一个一个割开来 里面的荞麦骨全都掉出来 不过奇怪的是 竟然还有一个不明的白色包裹 像这样的货 就是这样 仔细一看 原来白色包裹里 里面是现在很贵的蒜头 包括堆在地上 鸡堆成三的马不代理 竟然多达8吨多 数量惊人 因为它是每一个长条形的那个靠枕 50公分乘以18公分乘以18公分的靠枕上面 它除了灌 里面有灌那个 它原来的那个荞麦壳以外 那另外呢 它也夹长 用那个透明的塑胶布 塑胶袋去夹长这个大蒜 那一包大概一点多公斤 1.8公斤 可以这样子总共 4000公斤 金融官物署上周是在港区的集散站中 发现一批中国山东青岛进口的货柜 相当可疑 检验时 X官也发出警报 官务署认为 这批名为 腰型 乔麦骨的靠枕 货物内有玄机 果然里面加长 重达巴顿的走私大蒜 市价大约 2千万元 大陆的大蒜 是属于这个管制进口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来自大陆地区的农鱼续产品 如果它的这个重量超过1000公斤 或者是价格超过10万块 那像这一类的物品 除了违反海关棄施条例 那个会做行政处分以外 我们还会用那个 移送那个司法检调机关呢 用城市走私条例来做处分 国内近期大蒜飙涨 一公斤落在200到300元之间 因应中秋节将至需求大增 更提高了不法业者走私的诱因 为了谋取暴力挺而走险 却逃不过海关的鹰眼 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记者黄绍铭记忆报道 中秋节将至月饼纷纷开卖 不过市售月饼从外皮到内线 都以高油及高糖组成 举例热卖的广市双黄联容月饼 一颗就要790大卡 为此台北市卫生局 特别邀请北市联合医院营养师 制作轻饮月饼公民中参考 那花彩 花彩缤纷筋冻银 其实它可以用很多种 不同的原料去组成 这次我们会主要 因为是当季的火龙果 现在是当季的 火龙果是当季的水果 所以这次会 比较推的是火龙果的部分 那是用火龙果的外皮去加我们的洋菜粉去做 那内线的部分呢就是咸蛋黄 大家可以就是记得朋友可以看到 就是一般的咸蛋黄跟 其实我们用红萝卜跟地瓜去做出来 加菜类粉去做出来的咸蛋黄 其实它的效果看起来是还蛮一致的 那它其实跟咸蛋黄比起来的话 它的不管是热量啊或者是打固醇啊 这些的都相对的会比较低也比较健康这样子 兼具色泽与美观的花彩缤纷筋冻月饼 以洋菜作为主材料 加入火龙果或调味粉 不仅热量低也富含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 这一次我们就运用了水果跟红萝卜这种蔬菜来露菜 让这样的一个一样的结性 但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那当然营养师这边也运用了洋菜粉 它有一个吸水的特性 也可以增加饱足感 所以相对在摄取上的热量都会比较低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搭配适度的运动健康的生活 月饼吃多容易腻口 来杯水果金球气泡饮带走油腻感 卫生局将食谱放在网络上 欢迎民众下载制作 欢庆节庆也兼顾营养社区 记者温云军台北报道 佩合警政署 调整全国各警察机关人士作业 台北市大同分局等十个单位 谢新任分局长大队长 在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主持下 举办交接典礼 大同分局长由原北投分局长高正文接任 北投分局长由原刑事警察局大队长林志成接任 中正第一分局长由原交通警察大队长陈明志接任 交通警察大队长由原后勤科长陈国清接任 松山分局长由原内湖分局长李全哲接任 内湖分局长由原公共关系室主任王宝章接任 新一分局长由原文山第二分局长范之坤接任 文山第二分局长由原新竹市警局副局长陈昭甫接任 士林分局长由原南港分局长吴庆红接任 南港分局长由原新北市警察局永和分局长 谢总统接任 除了感谢谢任干部的付出与努力 副市长黄珊珊也期勉新任分局长大队长在原有监事基础下 建立做好警政工作共同守护台北市的治安与交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启动農委会鼓励农村参与展现在地活力 提供高额150万元奖金作为金牌得主的行销经费 这一次的金牌农村的话呢我想也是一样秉持着过去的一个选取的方式 那我们希望能够选出代表我们台湾的农村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出来 那这个代表里面选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50万的一个奖金 还有一个100万的一个就是行销的这个费用 总共是150万的这个经费可以来使用 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个获得金牌农村以后 可以到国外去参观人家国外的这一个农村的一个状况 然后做互相的一个交流 三年举办一次的金牌农村竞赛堪称是台湾农村最高殿堂 第一届得奖柱由蔡英文总统请职颁奖 并安排参访欧洲农村双方以姐妹村互访接轨世界 所谓金牌农村社区的整个产业发展 社区的整个带动 不要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 如何让自己不断的朝向自己的一个愿景跟方向来迈进 然后随时现在流行讲的滚动式的一个检讨 随时检讨自己有没有走错方向 我想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期许 台湾特有的气候地形带来丰富多样生态 加上产业思维也让来参访的德国友人无比惊艳 除了提升台湾德国农村友好关系 也让农村朝向永续和国际发展提升能见度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生活资讯提供给您参考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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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